这是一个可以提升你胆量的频道 建议在晚上观看 准备好了吗 关灯 转进被子 开始吧 飞翔的女巫 那个飞在空中的是什么 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身着红色长袍的长发女性腾空而起 直接飞向天空 并在空中飞翔了很久 这到底是什么巫术 有人认为他是超人 也有人认为是无人机 但我认为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巫师 儿童营 是什么鬼魂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前儿童夏令营里出没 是以前的辅导员还是以前参加儿童营的孩子呢 视频博主在这里进行了一番探索 他很快发现 不管是谁 鬼魂肯定很生气 当博主前去查看时 他被吓跑了 当他走进房间时 那个幽灵好像也在里面 奇怪的声音一直在继续着 声音 奔跑 拖拽 混乱 在我看来 这很像是一个孩子的鬼魂 而这个活泼的幽灵 现在正在管理这块营地 故地重游 你会回到曾经遇到鬼魂的地方吗 这位博主分享了这段他故地重游的视频 看来 这里仍然在闹鬼 刚才那是什么叫声 大声尖叫太恐怖了 我想博主很快就会后悔回来了 对我来说 他面对的不只是鬼魂 更像是一个恶魔 影子怪 这个视频博主 又在抵御影子怪兽了 这些影子 现在长出了会发光的红眼睛 他们鬼鬼祟祟 速度又快 一起来看看 他们向观众展示 门后面什么也没有 至少他看不到任何东西 但片刻之后 发生了这个 他的腿上有多处瘀伤 他说是这些影子造成的 但评论中的一些人 却在怀疑视频的真实性 我只能说 如果这是真的 我想我不会靠近那个房间 然后去找一个驱魔师 来家里帮忙 看不见的客人 这个视频的博主表示 家中最近出现了很多异常 于是决定拿起相机开始录制 一天 当他独自在家看电视时 镜头捕捉到了这个 一起来看看 好 前来 i know you okay you okay buddy 他听到房间内传来巨大的撞击声 但当他去查看时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这件事发生后 有一天他在室外安全摄像头上收到了移动检测警报 当他查看录像时发现了这个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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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中传来敲门声 耳语声和哭泣声 但当他去查看时 他并没有发现里面有人 之后他捕捉到的东西 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一起来看看吧 一个安装在儿童房里的监控摄像头检测到猫 进入房间时的动静 但触发监控摄像头的并不仅仅是这只猫 似乎还有其他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在做这件事 但摄像头里却看不到任何东西 不过这些事件都被记录了下来 以下就是拍到的内容 一起来看看 当猫走近时 小橱柜房间的门似乎自己打开了 这只猫好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引诱到那里 然后灯自己开了又关 接着门自己喷的一声打开了 一个令人毛骨锁然的声音低语道 出去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房子四周的灯开始忽明忽暗 这让视频博主非常害怕 于是 他决定拿起夜视相机走到屋外 看看能不能捕捉到什么东西 他用相机进入下的这些令人不寒而栗 我怕我怕 怕 我怕有效果 怕我怕我怕 别碰难 是你的目標? 什麼是那? 在通过夜视摄像头观察时 可以看到窗户旁有一个可怕的黑影在那里潜伏着 最糟糕的是 他似乎在密切的观察博主 在另一个晚上 他决定睡在女儿的床上 但结果也不尽如人意 女儿 I don't know if you want to 踢上回去 鞭子 门再次自己打开了 然后场景录玩具 自己一度到了熟睡的博主身边 对于这段视频你有什么看法 真的有其他世界的东西 住在这栋房子里吗 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 你的想法吧